各位同学,欢迎来到一个复活节假期的功课 我们现在讲解一下这条题目 这条题目你会看到,一看就知道 你会看到,首先我们先看看问题 普通一个指出问题的题型,六分 这个要求是两个,留意 地点就是香港,即是香港市民面对两个房屋的问题 这里我们看一看上高的题目,公屋的轮后策 我们可能会联想到,是否轮后时间太长呢? 这里可以想一想,第二,有关劏房的报道 你自己想一想,究竟劏房有什么问题呢? 例如是防火的问题? 又例如是环境的问题? 你自己先思考一下,就可以开始细月这个资料了 一看的时候,你就会发觉 这里,公屋落成量 跟上高的没关系,先减开 总人数,跟上面那些,你会猜到 总人数,即是上面两个加起来 两个加起来就是总人数 即是我们要比拼的就是,我们会估计到的了 看看落成量,以及申请者的总数 究竟比率,究竟相差大不大呢? 你会看到这里,我们先看总人数 总人数是不断上升的,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不断上升的时候,这是其中一个趋势 大幅上升的一个趋势,大家留意 第二,我们会看到落成量 落成量虽然有增长,但是仍有不足 仍然不能够满足到我们申请人的数量 你自己可以随一随 看看比率有多少 看看比率有多少 即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不断增长 申请总人数的增长可能会高 但是我们打直再看的时候,原来除了比率 也可能是不足的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我们看看下面 6.7万个劏房单位 即是你会看到,住户人数预17万 甚至你会看到,当时环境欠佳 厕所供应有问题等东西 你会发觉,政府欠缺长远规划 搞到市民迟迟未能接 这里显示了有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刚才所说的 劏房的环境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指出房屋供应的问题 即是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上高说的是,轮后数目 说的是,供应的问题 下面说的是,环境问题和供应的问题 即是说,你那两个问题 你断估,应该不会 资料A又说轮后 资料B又说房屋供应 即是说,我们其中一个问题 是说公共房屋 或者是我们一般房屋的供应问题 就是房屋供应的问题 我们可以在资料A里找到 或者在资料B里找到 第二个,就是原来 就是居住环境的问题 这里在资料B里找到 如果我们要满足这个题目的要求 我们正常来说,房屋供应是用A 居住环境用B 这里就有两个论点去做 你做的时候,希望你自己留意一下 你有没有一个清晰的主题句 因为上次也说过 如果你假如没有一个清晰的主题句 而你的主题句是没有用概念的归纳 你必然是上不到5至6分 这里是远离你而去的 这里要留心 第二,就是我们引用资料的时候 能不能够用A和B 这一条里面 刚才也说了 这里用A,这里用B 其实是用得了 照常理,你应该是用得了 但要留意清楚 这里是一个数字的资料 即是说 你自己一定要写一点点数字 在引用资料里面 而且里面 希望你有很轻量的计算 如果没有,你这个引用资料 就未到家了 这里要留意 另外,右边的引用资料 其实很简单 因为是文字 文字应该是没有一个问题 但你记住自己 不要抄了整句 即是整几句 这里要留意 这里是问题不大 而这个推论 希望你们留意 你能不能够在房屋供应 那里解释到 就是说 供应量少 导致到 轮后时间十分之长 可能要用更贵的租金 去租到其他的房屋 暂住等等东西 影响了一些生活素质的问题 又或者是卫生的问题 是不是 即是说 你的推论要小心一点 这里 这里就是这样的情况 再说一次 如果 假如 你自己 你自己 主题句归纳得不够清晰 OK 兼且 你当中 概念字眼不足的话 你就很多时候 上不到五至六分 而且这里要求是两个完整的房屋问题 那就是说 这里 你就看看自己能不能做到 如果万一 你发觉 你发觉 这里就会看到 这里只是写房屋问题 没有写两个 那是不是不一定要两个呢 是没错 假如 如果你只写到一个 而你一个的推论 和你的主题句 是十分清晰和充足的话 你也有机会三分 或者四分 OK 这个考评局的一个 一个特别的要求 如果你写到两个 很可惜 你的主题句是不清楚 你的解释是不够的 只能够大致上指出的话 那你就仍然都是三至四分 而一至两分 我也希望大家 不会得到 OK 这里不常说 除非你做得特别有问题 因为也不会有两分的出现 OK 那现在说一说 推论 你要发觉 我们要留意 我们第一个问题 我们的主题句 是说房屋供应的问题 是不是 房屋供应量不缩 这个显示了房屋供应的问题 OK 那我们做一个解释的时候 OK 解释 引例 引完例 再解释 OK 接着这个小结 这里要十分之清晰 房屋供应量不足 我们的解释是什么 哦 厌时啊 厌时 可能房屋供应量不足 或者轮后时间长 轮后时间长 故此 你会发觉 现在我们很多时候 是未能上楼 加上 即公屋未能上楼 或者是 加上现时楼价 亦都非常之高 基于供应量有限的原因 OK 故此 可能青少年 或者是我们市民 因为这里没有特别说青少年 即是现时市民 可能要用很大的生活的开支 去做一个租 或者买楼的情况 即是说 会减低他们 即是他们的生活支出 可能会增加了 从而就影响到他们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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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的储备 财政的情况 那导致他们 就不能够 那个消费 或者支柱就会有大减 OK 那就是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OK 那引力的时候 引力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了 就是引上高这个例子 你当然要调一下数字 希望你能够做到 就是 我现在没有计算数机 计算不了 那就是我估计 首先我们很明显就是说 那个申请的总数 是不断的上升 虽然 落成量 有上升 但是 你会发觉了 你会发觉了 永远 都是不足的 OK 永远 供应量 不足的情况 OK 甚至 你说我计算 那个比率 也都可以的 你计算完之后 我们计算完之后 希望你们再解释 可见 或者从以上可见 从以上可见 就是什么 市民的轮候差 轮候的情况 可能如果每年只能落成量 是这么低的时候 可能要轮候很多年 OK 或者轮候很久 才能轮候得到 OK 那就是证明 证明 这个资料 它是轮候很久 最后一个小结 这样就可以了 OK 最后一个小结 就可以了 另外 你们看到 我们第二个问题 照旧 又是一个主题句 又是一个解释 又是一个引例 引完例再解释 接着一个小结 又是这样的 有同学说 阿sir 我可不可以先不解释 其实可以的 只要你整体的解释部分 是多个引例 1.5倍的话 那就没问题了 OK 那这里 可能是居住 我们主题句 居住 环境恶劣 居住环境恶劣 你就引回个例 资料B 里面说到 劏房的卫生 安全环境欠介 厨房、厕所 欠缺食水 是不是 引在这里之后 你就要解释了 你解释就是 市民居住在劏房 是不是 第一 我们可以说几件事 第一 你可以看到 食水 欠缺食水供应 即是说 原来他们可能是 去 去饮用 甚至是洗滴衣物 都没有食水供应 第二 可能他们就是 你可以看到 安全环境欠介 即是说 是不是 走火的问题 或者是 治安的问题 都会衍生出来呢 那这里 我们就可以 讲一讲 那就是说 有个推论就是说 由此 由以上的资料可见 劏房的居民 可能就是 连食水 干净食水的饮用 或者是洗滴衣物 都是没有 甚至可能是 他们的走火通道 可能是 不合规格 另外 治安也可能是 会有问题 那这里的环境 是十分之恶劣 市民可能在这里生活 可能会导致到 可能会有少少的担忧 或者是 我们精神的生活素质 可能会有问题的 ok 因为我们非常紧张 精神 ok 等东西 这里要留心了 那最后有个小结 那就知与此理 那这里 如果你能够很整齐 希望你们就是 很整齐 挪裂到主题句 例子 解释 小结 这四个部分很清晰的话 就完成了 阿sir今天给你的目标 ok 那时间那里 我就不特别说了 因为我们正常 6分来说 我们考DSE 6分 其实是不能够超过18分钟的 ok 那这里 让你做对框架的pattern 我们才追求时间的问题 那大家了解回 就是当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看问题 拆资料 再写主题句 继续写一个解释 推论 ok 等等的东西 好 今天就到这里了 多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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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